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 芒向6点钟新闻报导节目时间 今天是2021年11月19日星期五的下午6点钟时间 今节由我许刘山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言最重要是订阅 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 浪费冷气 3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 新闻方面 很多不同类型的事情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 见到第一样 挺把 挺火的 也有点可笑的 就是关于国殇之柱的问题 这个弹散高自活 亚之亚洲摩洛哥 一时讲到懒型的 又说要人送回丹麦给他 又说不准有什么损伤 又说要人赔钱赔死你 现在讲下讲下 又说想着来香港 会去搬回东西走 不过就说要确保政府 不会起诉他 和他团队都是 关于港区国安法的问题 因为他曾几何时 都是曾经被他入境的 这个就是一件事 都驱往意了 在港区国安法之前的事情 已经是 对不对 现在又搞了什么呢 其实之前你那样的死人物都没有一些 国家或者地区愿意接收你这些东西的 打散开口牌 还以为哪个会要你那样的死人物 拿到过去之后 要不请你过来做展彩嘉宾 要不请你回来讲话 叫国际线那些一起握手聊天 别傻了 这样可能有机会违反港区国安法 那现在又是没有人理他 就是对于他说自己死死地起 国安法去拿 都好像不是太大的反应 那没有人理他 那又自己去搞什么呢 他今天就在网络上公布了 这一组死人物的3D掃描图 他说大家可以用这些3D打印机 打出一组迷你的国殤之柱 他说我等他这个雕数可以放在全球不同的角落上面 还说希望大家到时拍一张照片 就上载到社交平台 不要自己拿假来雕啦 大佬 你这东西这么肉酸 都不知道谁会弄 国际线都未必会弄啊 真是 老实说 拍完打卡给你拍照这样 这些东西又不是说有什么光芒万丈 或者现在那个国际线所谓争取的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已经淡化了很多 都没有什么可以叫做的 春秋二祭 久不久 遇到什么事 就出去喊两句 这些死人物 罗冠聪 起码要打回一百几十支3D打印出来 派给街坊才行 那时候你懂得车着人这一组迷你版 去意大利的中国大使馆叫销 应该你打多几组回来 放在周围 家里的角落也好什么都好 他那个玩法是想怎样呢 就是说你打了这些死人物出来之后 就去到不同各地的中国大使馆 各地的议会 甚至乎在香港的山头 甚至乎去到珠穆朗玛峰 哇 你有没有瘋了 珠穆朗玛峰 傻傻的 他说我提醒大家 这个不一定是武害的艺术品 意思就是说暗示有法律风险 他说到就是说 你今天铲了我们香港这一组国商之柱 但是日后就有千千万万这么多组 这些雕塑在全球的不同国内会展示 令到六四事件的记忆是不会被削弱的 喂 别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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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早放出来被人弄了 这些才弄 怎么鬼呢 阿芝 阿卓 看见了把火 你这个人快点过来拿 等着你不要说那么多 还有这条什么东西呢 人的样子实在太肉酸 很可恶特的 尤其是最顶顶的那个 是个人头 那我打开他的嘴 真是看见到突然害怕 不知道谁会弄出来 弄那个呢 都有少少问题 他当得像盐田十二呢 有什么卡制的 什么十二人那些 有些小艇 叫你在海里拍一张照 希望你早日归来 那现在都回来 还有两个而已 那又怎样呢 那个又说桥莹如是抑屈 又说这样那样的 那现在又怎样呢 不是这样生活 抑屈了那么久都没有药 那他会怎样呢 你不让他去到在盐田那里 复营期间 心情很愉快的 又不用上班 作息又定时 有东西做 又有东西学 会说不定 比以前还精神爽利 是不是 你想想他 他不用上班 一年多两年 那这也是一件事 当然了 我们现在不希望 那些人犯法而去坐牢 好 那么快点回来 搬走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也都搬走 那些东西之余 也都有一些东西 那看到他几开心 那我告诉大家 先说 政府新增购的100万剂 伏必泰 就已经到港了 那政府 今天公布 就加购了100万剂 就等可以推行第三剂 疫苗的接种计划 连同已经 运到香港的750万剂 加加密 即使有850万剂 那就一定够了 是吧 那大家就开心了 看看香港效率这方面几快 真是不明白了 为什么大家不去打 打都好像有这话鬼叫 又说那样 又说那样 迫我打 又说打完会怎样 都是有一两日反应 如果好像我这样 我打AZ的 都是两日左右 两日左右 对了对了 第二剂就再去 小一点 那个反应 小得很紧要 是有少少眼分 就好像感冒药那些眼分 但就不是说很重那种 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 好了 那说完这个疫苗方面 这些好消息 这些 我真的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样 还要呱呱吵 有这个 什么叫谷针 我真的不明白 买了给你 准备给你打 不用钱给你了 你又说谷针 其实是为你好 我真的不明白 那些不明白的事情 又有发生了 那我们没几天前 都有提到的 赵家燕 咬耳仔案 现在呢 到了那个被告的作弓了 那他就怎么说呢 就是为什么当时发狂 咬了赵家燕 那里呢 还拿刀 弄了人几下 那他就三项的有意图 而商人罪 和一项的普通集击罪 他全数都是否认的 那他又怎么说自己呢 为什么这么有把炮 要否认呢 他说自己当时断了片 他自便的时候说 在2012年开始 已经在东区医院的精神科 一直都有吃药 经常失眠 安眠药 都未必可能令他睡觉 有时呢 要喝半瓶 甚至呢 更多的威士忌 或者半斤左右的茅台 才睡到 哇 半瓶威士忌很重要 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说自己 是叫做断了片 所以不知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那我们来着呢 再在节目 再慢慢说 那他说 案发当日在家里煮东西 就喝了7两白酒 好 两至三罐的啤酒 接着有人就叫他 好像想出门 因为他去到他家里 就在家里吃点饭的时候 吃点饭的时候 觉得身上的酒气太浓了 那很搞笑 他老婆呢 就叫他去康兰居的健身室 冲个梁 然后再烤个桑拿 那怎么知道呢 回家的时候 就听到很多人在那里 叫光伏西安江 然后就玩东西 就叫了一句 叫光伏西安江 然后有人叫他 你要说什么 他就大大声 在那里说 有人在他扭打的时候 已经觉得是一片空白 发觉自己举手挡 醒了之后 已经觉得手很痛 而且手已经大了手扣了 他说自己完全没有印象 网上看到片段才知道 那么大事 那这里又值得商榷 那为什么会有刀呢 这里我真的不太明白 希望法庭方面 再继续谈谈谈谈 才知道更加多的内情 那我刚才提起这个人 在那里吃东西的时候 那有最新消息 其实政府也有说过 预告会将来扩大 强制要用安心出行的范围 也都说到 有机会是叫做 全部食肆都要用的 那现在是行会成员的 饮食界议员张宇人 就在昨天晚上 联同业界和食物及卫生局 开会 之后见记者 就说各个商会 都支持政府 扩大安心出行在食肆的应用 就说最快 最快 就是今个月的25号 即下个星期四 就会正式落实 也都说政府会考虑到 如果有食肆 客人去用假的安心出行 食肆是 如果有进职检查的 都可以免刑责 那大家可能 那怎么知道有没有进职呢 也很简单的 就是这个CCTB 接着张宇人都说 就说 有份来开会的业界 大部分都支持 A类和B类的食肆 都不可以再填纸 强制要用安心出行 但是期望 同时可以换取放宽 现在的其他防疫措施 例如桌与桌之间的距离 可以缩短到1米 最好 或者增加燃回的人数上限 A类食肆也可以做晚市 最好 也都说 目前政府每14天 都会检查一次防疫措施 希望 现在的有效期 可以到到今个月24号 最快就是25号 可能落实全港的强制 食肆 用安心出行 要说回先 张宇人已经报名参选立法会的饮食界 他的对手就是徐文伟 要先说公平一点 如果是都好 我想如果那些什么 寿司狼那些 我想他说你安心出行 什么行 一定会摸到你的 不用怕那么多 只要你今次吃点 是有食力 那就可以了 我想是那些什么 一只三餐 或者那些什么 古灵精怪的那些 就未必会有那么多人来吃 是吧 只要你皇有居多 那我们就不吃了 不吃而已 不吃 那不就不用堆了 对 那么害怕的资料 不过呢 又不好 也都可能有好的一面 就是鸭记 鸭条街的什么便宜机 那些手机 可能又会再牵起一个 就是叫做抢购潮 安心机 还有先达也是 哇 快点磨拳策掌 如果是的 那可能由明天到开始 这个买机的热潮 我想就已经开始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星期六日 那么高高 就要买到暴宣 那我们就说另一样 就是关于 刚才提到的 立法会选举 终于了 154个参选人 有一个 就不能够成功 因为受贡于政府的部门 所以就被DQ了 那现在呢 吵得最劲的 就是说 曾经在社交媒体 写过光时的 谭香文 当然 他在广区国安法 立法前所做的 之后 就大家例事了 我想他区议员都没得做的了 那对于这些谈事呢 问到李家超 他怎么回答呢 就是为什么还可以 让他过到资格审查呢 审查的时候 要考虑整体状况 没有个案 会和另一个个个案 事实的环境都是完全一致的 那就是说 事实和环境两样东西 都要看一看才行 那现在问到谭香文究竟什么回事 他说作为民主派 决定展开这个选举工程之初 虽然有些朋友仔 或者有些支持者都担心 不过他说自己也有信心 通过资审会 他觉得很高兴 又说自己初心不变 一如以往 监察政府施政 一人一票双普选 最终目逼 看看做不做到 李家超的话 反映就不是叫清一色 清一色这一条 说法不公自破 不过很搞笑 那些网友看到他 就说他已经是投共 投共证据 究竟是什么回事 这件事就很难去处理 因为他当时接受大紀元的访问 叫过这个光时的口号 说回什么时候 2019年的12月 即是距离港区国安法 半年以上那一只 对不对 李家超也补充 考虑到原则是非常清晰的 候选人需要符合 效忠特区政府和拥护基本法 其实也有不少被DQ的 黄友区议员 就是自己太愚蠢了 过了港区国安法也好 还是怎样也好 你还弄了这些图上去 就适合你今天 对于什么杯葛选举 投白票也不用担心 因为你找了一个 最黑人争的黄友都争的人 就是许智峰出来 搞这些死人事 收工了 不知所谓 还有三个已经被拘捕 这三个是弱智之霸 许智峰叫你做事 你都去做的 你不要愚蠢一点 这个着草许智峰 邓炳强局长 说他是香港的懦夫 你还去信他 你是不是懦夫之中的懦夫 真是值得有今天 这些人 再说一下 有人被拘捕 也有人坐牢 就是坐牢的肥佬礼 黎智英挺搞笑的 坐牢都拿到个奖 到时会不会放空凳 就是了 由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 就在刚刚礼拜四的时候 就举行了第三十一届 国际新闻自由的大奖 这个颁奖典礼 竟然由身在欲中的黎智英 获颁发这个什么呢 2021年度的伊菲尔新闻自由奖 哇好威威喔 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厉害 他的儿子也有出来说两句 他的第四儿子又怎么说呢 如果畅所欲言的自由都被剝奪 将会失去一个人的尊严的大部分 正正就是因为这些自由 很多香港人都视香港为家 所以他的父亲所做的 都是为自己的家庭身而出 我以我的父亲为榮 就感谢这个简称CPJ 给这个奖他爸爸 新闻自由奖 为了新闻自由坐牢 真是有型 现在就一件事了 我会放了空凳出来 这个不得而知 我说到有什么面临终身监禁 还是什么的 暂时都未见 那这个什么差事 CPJ 即是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 其实呢 是不是很湿碎的 湿湿的 那些委员会来的呢 我好像没有什么 怎么留意到这些 谈的东西 那很搞笑 其实数了一大堆的罪状来的 什么商业诈骗 什么非法示威 什么游行 那些呢 非法的那些 全部都是 CPJ就说 面临终身监禁 判刑什么 但是这个肥佬黎 仍然是香港 争取新闻自由的象征 这个象征 完全都不是 你说你 好像英雄那样 真是好 你和苹果日报一样造假 你这些 神仙的 算了 被你炒了 花生炒了 好了 那后来再说 两宗 城市的新闻 有一宗呢 挺罕见的意外 说今天的 早上 接近九点钟到 北角的宏景道 的 副例院 乖座 有一个单位 有一个59岁的女子 说她被发现 在房间被大量衣物和杂物压住了 她的儿子见到 接着报警 九户员来到 就把她救出来 证实已经是 走了 奇怪 那间 单位里面 有三个房 老公平日 躺在大厅 那间单位 应该看过 查的资料 都不是小的 其他房间 就由她的老婆 和子女居住 真是没饭 大家都要躺厅 做厅长 真是奇怪 单位的杂物都挺多 房间也是 房间也是 厅也是 而这个 走了的女士 睡房 简直是垃圾山一样 那不是垃圾 抽的吗 那不是 如果你觉得这样有用 那就有用 如果我觉得没用 乱砍一堆二堆 那还不是垃圾山 接着就说 她 又奇怪 这个女人 她在房间的地下 睡 有床 睡在地下 睡地下 真是很过瘾 那儿子 早上开门 发现她被衣服 鞋襲着 觉得 她的死因 挺朴朔迷利 那究竟 是否因为 那些东西压来的时候 引发了一些 隐责 还是怎样 这方面 真的要留待 这方面 验尸才知道 好 那最后再说一件 看到呢 其实较早前 都非常响亮 这件事 凯利山 记住 是贵族私孝 香港凯利山 因为今年的年初 爆出了财困 说他们的营运商 较早前的营运商 负债 超过3亿 拖粮 租金 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 这个凯利山 那么有 把炮呢 可以吸引到那么多家长 来到 买他的债券呢 因为他说呢 是英国的 凯利山 授权 他们香港这儿开的 那可能觉得 哇 很棒啊 到时有些凯利 BNO祖家的学位 很棒 有些家长就信了 以为真的有 英国那种 那种 所以英国两个字 或者叫英国过来的东西 真的都挺哄到一班家长的 那后来呢 很多家长都说有 买到他们的债券 因为这样的环境 是不会对债券给你了 那通常呢 这些的私校 或者是叫做 国际学校等等 都是会叫你买个债券的 而那个债券呢 就不会有升 不会有跌的 例如六百万港元的 你就买这个 这个就叫六百万债券的了 你这六百万 等那个小孩 在毕业的时候 就可以拿得回 那间接来说 蛤 那些很大笔钱 是啊 就是这样的了 那变相呢 如果他有年年爆满的学生的话呢 即使他每年 都会有那笔固定的钱 那当然呢 你下一年没人来的 那他就死定了 要有的话 就继续保持这些大笔钱 就是这样的了 那现在呢 有二十多个家长呢 没有办法 拿得回那些债券的钱 哇 那就很大件 那开了记者招待会 那会又呱呱吵了 那就吵得对的 现在呢 代他出头的 政党呢 就是民主思路了 那现在 民主思路的社区干事呢 那他就说了 教育局呢 就不可以卸责的 就不可以被这些学校呢 好像酒楼清盘式那样经营 那他这个位置又说得对哦 那就说一下这家长的钱 是多到怎么样 那就说了 两亿啦 那每张债券呢 面额呢 一百九十二万 到三百万不等的 那当中你的家长呢 就持有过千万的债券 那还有啦 那这些的债券呢 有一部分呢 叫做有得炒的 那但是详细呢 就不方便说那么多了 那因为这样呢 就有些家长呢 就走了去报警了 又重案组都跟进了 因为呢 这个学校呢 当初呢 就以为这样做就非常之好 那怎么知道 搞不定 爆了煲 里面的钱都乱乱的 那样呢 当时呢 学校的职员就说 保证有学位 来推销这些债券的 还说呢 将来可以叫全数退回 都是过一招啦 那还说可以到时 入读英国海利山坚那间呢 作招来啦 所以就决定买啦 就是等于这样 我读完这里呢 可以过英国读书 那就是very good 那怎么知道搞到这样了 退不了钱都没有 那怎么办呢 那这家学校呢 就将问题呢 推向这个叫前的营运商 就是Mind Kelly International Limited 就推给他们 那现在就麻烦啦 那这位阿太呢就说 跟着向教育局投诉 和报警 现在呢 都没有实质的协助 教育局呢 更加说 问题呢 跟局方无关 他变得好像叫天不应 叫地不民 那样 其实都挺大件事的 那这些 那其实最把握火 就是呢 他们后来呢 就再将间公司 改头换面 就是应该间接 叫学校啦 那又再招生 那我们那笔钱呢 天啊 那这就相当之过分啦 那在那些 丑闻之前呢 即你刚才的丑闻之前 已经假扮退学手组 那个债券的笔钱 都仍然都叫弹票 那这位阿Seng呢 就说自己呢 有两张 加上384万的债券 又说呢 学校呢 会在2021年开始 分期还回给他的 那他说 收到呢 第一张64万的款项之后 第二期的支票 竟然弹票啊 之后呢 再收不到学校的消息 哇 真是货都来买啊 那学校当初还说呢 会在屯门 和红磡 弄这些校舍 所以才会买它的债券 那怎么知道 两个校舍到最后呢 都是起不成 就变成废纸了 哇 那见到一些哭到 妈妈都不认得啊 那种到古灵精怪的那些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有机会再说了 好 那今节呢 来到这里先 那希望政党方面 可以帮帮忙 因为民主思路里面 都是大律师的 很多都会用什么 姐妹学校来做招来的 那会不会叫违反 商品说明条例呢 就有少少麻烦 因为这些债券 又和一般又不同的 又没有到期日的 也都叫折旧条款 有机会真的成功退回给你的话 都可能没办法拿回本金 那条款究竟是怎样呢 相当都困惑在里面 所以大家真的 国际学校那方面呢 我觉得 找些大奸少少 大门大忏那些 我想会好很多的 那有机会再和大家说这方面的问题 那希望他们就 真是可以追得回 血本无贵 读个书 读个学位 可能说这么多钱 做BNO价都可以 几百万 让他们慢慢在幼稚园 什么都好 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